我将为你播出连环炮 开口笑连环炮 五六年级生绝对不陌生 80年代超火红综艺节目 这一集除了有明星还有她 和大明星同台一点都不却场 还大方装鬼脸 认得出来她是谁吗 来 再来动作一下 有点像严正和 有点像严正和 不是 许不了 滑稽鬼脸 脸主食人胡瓜 还有王洁一能静 都笑到脸块抽筋 她是现任立委颜宽恒 当时节目把她名字 错写成颜线恒 那时候她才十岁 仔细看和现在差别不大 同样眼睛小小 脸圆圆 胡瓜为了节目效果 还伸手朝她扒下去 表演一下 你怎么表演那么烂 一人一人 该轮到我表演的时候 那个鬼脸装出来的时候 装得不是很像 结果就被 她也不是说扒 她走过来说 哎呀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子 可能连胡瓜自己都没想到 当时被她扒头的小朋友 三十年后当上立委 同样晒出萌样的 还有她对手陈伯伟 现在走油头路线 但高中时期是这样 大中分麦当劳头 一分享 不少网友立刻留言说 好复古 有人说超像歌手林强 也有人说 像灌篮高手里的三井兽 但更多人说 根本是赖清德的翻版 她一定是赢得厉害的 我不认为我是帅的 陈伯伟晒高中鲜肉罩 颜宽恒更萌 十岁综艺处女秀 台中两个第二选区立委候选人 在投票前 让选民轻松一下 反而让支持者印象更深刻 记者李孟章 阮志怡台中报道